你好,我是折着王子,我们来折一款蝴蝶 我用的指标长15厘米,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另外两个角对折 展开,放到背面,两个边对折 展开,另外两个边对折 捏住两端,把它挤压到一起 展开一下,开口朝下 把其中一个角,上面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 展开,下面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 这时候可以只压到下面这一段,压到这个折痕这里 展开,把它梳立起来,撑开压平 稍微向上撑开,两侧按照折痕往里收 这里压成一个小角 把这角放下来,稍微拉开 把这个压进里面去 收好 然后翻到背面 然后翻到背面 这个角用同样的方法套多 上面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 上面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 展开 下面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竖线 这时候可以只压到这个折痕这里 展开 梳理起来 从中间撑开压平 稍微撑开,左右两侧往里收 压成一个小角 把这个角放下来 左右稍微分开 把这个角压进里面 重新收好 上下这样旋转一下 把这个角往里折 展开 稍微撑开 按照折痕压进里面 这一侧也一样 往里折 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压进里面 然后 从中间把它分开 上面这一边放下来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把这个角向上翻开 把这个角折向这个折痕 压一下 展开 梳理起来 从中间撑开压平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翻上去 折向这个 刚才的折痕 再梳理起来 从中间撑开 压平 这个角往外 往外翻 这样 这时候 这时候 距离这个点 留出一小段 把它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调整一下 左右最好一致 大概的一致 然后 然后 沿这个 横折痕 把下面这个纸层 把它撑开 沿刚才的横折痕 往下翻 往下折 上面 依然是这个折痕 上面先压好 下面 往下撑 自然的把它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把这个纸 下面的纸层 稍微 往下撑 上面依然是这个折痕 下面按照 刚才这个横折痕 往下撑 压好 按到背面 这个角往里折 折向这个点 留出一小段 再把它往回折 这一侧也一样 这个角往里折 折向这个点 留出一小段 往回折 这个小角往里折 一小段 这一侧也一样 左右大概的一致 眼中间把它对折 然后 这里 往里折一下 稍微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 往里翻折 这里 这里 距离这个边 留出一小段 把翅膀 往外折 另一侧也一样 把翅膀往外折 看一下这个项梁的部分 这里稍微展开 把它往上折 最后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蝴蝶就完成了 关注折折王的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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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